来做谱点 好谢谢 谢谢陈政府从方命令请回应 方命令 我得陈秘事长的这个持保留意见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要再做的一件事情 和过去再做的一件事情 都是把房地产提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当中国的经济过热的时候 调什么 首先关锯的就是要调房地产 典型的就是2003年 经济开始 经济开始过热的时候 我们通过调房地产 然后来调低我们的投资 但是这种状态造成的是 我们房地产这个需求急剧增加的时候 我们因为要防止通胀 防止经济过热 我们把房地产的投资给它调下去了 造成了后来的供不应求 今天我们的经济形势有所好卷 然后咱们又在琢磨 那怎么办 经济又非要出现通胀过热的状态 所以调谁又开始调房地产 但是我们又没没想 我们现在的铁块石 我们的进口价格居高不下 我们现在有数据统计 我们造成的损失是七千多个亿 我们为什么在其他的相关行业中间 不去这些研究 我们要拼命的大量的高价进口原料 低价的把产品卖出去 换取大量的外费局面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但我也商会的 一般人也会好奇 但是在经济过冷的时候 首先拉的也是拉房地产 对了 所以房地产成了一个政治的 如果是不成了 我就拉你一把 这个你是老大 你要承担责任 然后形势好了 你是老大 你先让一让 你让老弟先上 有这种做法吗 市场的东西 产业之间的平衡 经济的过热与否 不要把房地产 当做个政治标杆 要当做一个产业 老大 你先让一让 你说话时间太多了 你让一让 我们让后面了一下 来 房先生是从里面上去说的 他的理论很棒 我要支持他 房先生我想问你一下 你有没有在中介门口 受到前面 受到旁边 那个处前面去走访过 有没有买过一套房子 签个活动 自己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会知道 政治是什么 政治就是民生 我们现在很多的专家 都是假专家 只站在自己的利益场里 在说话 没有在第一线去了解 我认为一个每年 没有去买那个房子的人 没有到地心走过的人 他说话是不负责任的 也是骗子 所以现在 周涛先生 他发起了不买房运动 但是他今天说 他是经常买房子的 应该是有经验的 这就是言不由真 我现在放开这个话题不说 我们现在的问题 恰恰出在哪里 就是在民生的旗帜下 我们做了很多 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很多人嘴巴上挂着民生 实际上做的都是错事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解决老百姓的据房问题 我们不是要把五万的房子调成三万四万 没有用 对于这样的女士来说 是没有解决问题的 他六千七千的房子都很难买 他能够买两万三万的房子吗 我们要干什么 好 加大共用连走房二手房市场 给他盘活 盘活重量 解决 共需矛盾 谢谢 谢谢牛老师补充 牛老师 我基本上赞成方先生的看法 不大赞成的话 周先生的看法 为什么 我们民生问题 我们是执政党 民生问题 是一个全民事的事 如果您现在没有房子住 现在也没有房子租不起房子 您还在谈什么 我作为一个部长 有些部长住两百多米的房子 他也说他买不起房 请注意啊 现在您在做 假如没有房子住的话 您现在还有现前在这里谈吗 不 你们说85%的人 现在买不起房 这是中国的真实 但是 它是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这是第一 第二 现在在做的说 我们都85%的人 或者大多人有房住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口号 是一个不能令人反驳的口号 但是大家想一想 现在在做的 或者我们的大多是 现在什么住在哪了 实际上我们还 关键还是住好住坏 住大住小的问题 还是这是问题的根本 好 谢谢 请说 房地产商或者是老百姓 我觉得应该从一个 大局的角度考虑 我觉得国家现在呢 如果就是大量的一些人买不起房的话 可能会造成 严重的一些社会冲突 以及不和谐现象 所以为了 为了这个国家的这个长久的一个发展 还有以后的这个房地产的健康发展 长远的健康发展 我觉得这次的政策是 是比较合理的 好 谢谢 来 我觉得房地产现在就是说 市场和政府就是一个外营 内营和外营的作用 其实市场是做主导的 政府他做的事情只是说来平衡一些 来让社会更加和谐一些 但是说现在就是说 中国现在包括世界 整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政府做的事情就是 促使社会的和谐 社会的稳定 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去 抨击政府的政策 政策已经执行了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只是 来分析政府的这些政策的利比 没有必要去抨击它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我认为中国和日本是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人均GDP是多少 它的城市化达到了什么水 我们有市场 所以我觉得这个 根本不用担心 我对巴菲特他的说的这个说法 我不看好 千万不要在高顶来接盘 就像股票一样 中国的房价还可以涨 这个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些没有资源的人 在赌我的明天 我那些有资源的人 在赌他们的过去 我始终记得一句话 相信中南海的智慧 一虎一席谈 争论更加精彩 好来 回到聚焦在这边 请大家来看一个图表 这是在网路上 最近一直在流传的 那么事实上 中日房地产的对比时间没有 是有人 他通过他自己的联想 他们两个做对比 比如说 而日本的当时的时候呢 他当时 你看 我们看他的走势 1985年的 是日元升值 1986年资金流向了房产 1987年 房价飙升三倍 1988年房价下节 然后帝王拉升了房价 1991年房价再次的下降 房地产就崩盘了 这是在日本的情况 那么再来对比看一下 中国2005年的时候 是人民币升值 2006年的时候 资金流向房产 2007年的时候 房价飙升三倍 2008年的时候 房价下降 帝王就拉升房价 接着 20021010年 这个时候当中 出了现在的相关的萌药 有没有可能 这两个之间呢 中日房地产 包括泡沫的诞生 还包括 现在房价的走势 是不是由胜而衰呢 周涛 你的看法 我相信 我们中国 这个特色的社会主义 初期阶段 我始终记得一句话 相信中南海的智慧 同时我还加一句 我代表我们千千万万的 可望安旧路易的老百姓 要期待中南海的智慧 我们相信 我们有足够的力量 让老百姓 在解决了 住的问题以上 再去安居落叶 不是说 发一些情绪化的 就要蹦旁也好 要疯涨 也好翻几倍 那都是不现实的 我们要顺势而为 是吧 好 谢谢 谢谢周涛 来毕生 我觉得这个观念上 我认为中国和日本 是应该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第一 我觉得是时间 就是日本在95年 再到95年 到91年 是它整个的经济环境 它并不是处于 一个快速发展过程中 日本是在过去发展了 这个50年的快速经济之后 进入了一个平稳 甚至是一个下滑的期间 而中国在这个阶段 它本身 我们现在的GDP等等 每年都在处于快速发展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部分 你知道它是下滑的 但是这个部分 我们正在上升 对 而且因为这个原因 而带来的是现在 日本为什么 91年之后的经济 一直是没有快速提升 现在它面临最大的问题 是它是现在处于 一个老年社会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 就是没有需求 没有消费 没有需求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 跟中国有最大不同 牛教授 牛教授 这个图有没有参考价值 有没有值得警惕的地方 这个基本上没有参考价 完全没有参考价 为什么 因为两 中日两国的国情不一样 发展阶段不一样 那么同样 比如说当时的日本 它的人均GDP是多少 它的城市化 达到了什么水平 中国是吗 所以简单这么类比 抽出几条 两国的话呢 当然说经济情况 都非常复杂 影响的因素 也千差万别 如果仅仅的话呢 用这么一个简单的类比 来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证明2010年 中国的方式要崩盘 除了歇于眼球以外 我看没有其他的作用 好 谢谢蓝明明 因为它这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看似科学的一个对比 实际上它的表现之下 是把真理都也给引埋了 我们的城市法律 我们的人均GDP的增长 我们经济的发展状况 我们的人口结构 把这个把它给列出来 跟日本完全是 风马牛不相及的 两回事 另外刚才说到 美国的次在危机 是怎么产生的 它是个精人衍生品 我们做的是什么 我们是实实在在的 是房地产 是一个买和卖的过程 好 来厂下嘉宾 有没有补充的 来请说 我有一个一直挺疑惑 因为我是建筑业从业者 刚才听了周先生的那个 就说有关这个房价的问题 现在这个房价 它的为什么这么高呢 我觉得真正的主导的 不是说中南海的智慧 我们很相信 但是地方政府的 这个利益驱动 导致这个房价 现在确实是 实际上大量的泡沫 是政府在制造 因为什么呢 就我非常 我们搞了一个建筑 去年四月份 老板准备开盘八千平米 当时他还在调研 能不能卖出去 结果等他的房子 封顶以后 开盘是一万九 我现在就想拔过那 st的彩虹 我现在都接电了